大家好,我叫Isa,又到了這次Ask Brian環節的時候 我們有位朋友叫Joyce,他就問到怎樣可以成為一個更加成熟的人 喂,Brian,你怎樣看? 首先多謝Joyce你的問題 那究竟是怎樣做一個成熟的人? 成熟和不成熟的分別就是你怎樣反應這件事? 當有件事發生的時候,你會埋怨,大賊, 還是你會經過心思熟慮,你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你才反應呢? 這就是一個人,究竟成熟嗎? 你見到那些人,有一件事發生了 他會指著別人,他未清楚整個故事是怎樣 已經是做了一個決定,證明這個人,說你多差 不成熟,成熟的人就是我可以明白的 可不可以告訴我剛才當時是有什麼情形發生了 令到有這樣的反應呢? 你會先了解整件事 你才會作出一些判斷 又或者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 有時候我們為什麼會令到一件事這麼僵化呢? 因為每個人都只是對著問題 問題出現的時候,其實最需要的是什麼? 有什麼方案,可以怎樣做 發生了一件事之後,有什麼可以補救到 將你的焦點,擺在那個解決方案裡 解答方案,而不是不停對著問題 不停在那裡大吵大鬧,非常不成熟 這就是分別,好嗎? 所以當你,尤其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不要開口說任何事情 因為當你一心情不好開口說 通常都是一些你將會後悔的說話 你們幻想是不是? 對上一次你跟別人吵架的時候 你一想反應的時候,你說什麼? 傷害對方的說話,對不對? 所以… 識著走到你那邊,呼一口氣 想清楚,再看清楚 然後才回應 非常之… 這個叫什麼? Mature 非常之… 我們是否… 究竟是一個小朋友還是大人? 你是不成熟還是很成熟? 這就是方法,好嗎? 如果你喜歡Ask Brian這個環節 如果你想我即時是… 快點回答你的問題 我給你一個建議 就是你將你的問題 用一個影片形式 你拍一個影片給我 用30秒時間,把你的問題 是很細心地告訴我 究竟你想拿到什麼效果 或者有什麼結果 先告訴我 然後把這個影片 傳到Support at brancharmotivation.com 這就是你被我選擇 解答你的問題的機會 就會最大 OK? 把影片給我 下次再見 Bye